12月28号,八卦媒体曝光,一组张盈盈出入汪小飞大S婚房的画面 要说张盈盈因为被质疑跟汪小飞相恋 在娱乐圈也成功拥有姓名,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张盈盈今年上半年就被拍到跟汪小飞同框 在汪小飞离婚后,她跟汪小飞的群聊记录疑似的曝光 汪小飞被质疑婚内出轨张盈盈 但是汪小飞对于这些传闻都是轻一色否认 从最新曝光的画面可见 张盈盈自己出入汪小飞大S当初的婚房 一点也不避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八卦媒体称当天下午五点,张盈盈坐车来到汪小飞的豪宅 当时张盈盈扎着丸子头,穿着白色上衣 后来出门用餐,张盈盈又换了一身衣服 可见汪小飞住所里有张盈盈的衣物 张盈盈散下头发,换上棕色开衫,跟一男子外出吃火锅 两人关系很不错的样子,边吃边聊 张盈盈跟该男子用餐后,再次打车来到汪小飞住所 而跟张盈盈一起吃饭的男子,不行离开 两人显然就是,好友之间一起吃个饭 饭后各回各家 而张盈盈回汪小飞大S婚房的行为,信息量大 独自来去自如,说明她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 在这之前,张盈盈跟汪小飞的很多细节就被扒 汪小飞本月16号带一长发女孩回家 女孩穿的衣服以及发型,跟张盈盈16号所筛造型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汪小飞否认女孩就是张盈盈 接着,张盈盈被爬出先前直播身处的房间 不管是坐的椅子,还是家里的鱼缸 汪小飞大S婚房都有同款 加上张盈盈不仅跟汪小飞有同款项链 跟张兰也有同款项链 两人还有同款旅游照 似乎已经受到张兰认可 这些细节难不成都是巧合 一位名叫西绝小圆的网友 是最先曝光张盈盈一次已经住进大S和汪小飞婚房的人 该网友是大S的超话大粉 大S也关注了她 足见其说的话大S应该也都看得见 大S没有否认 不知道是不是也认可她爬出的细节 这些细节都坐实的话 说明汪小飞跟张盈盈在跟大S离婚前就在一起了 如今拍到张盈盈大放进出当初的婚房 不知道汪小飞会如何回应 虽然是当初的婚房 但是大S常住在台北 两人目前已经离婚 想来北京的婚房也是归汪小飞了 汪小飞即便现在有了新面情也正常 只是大家纠结的是她跟张盈盈认识的时间点 不知道能否等来一份可以服众的回应呢